这是个金字 绝壁半空 无人机拍到一个洞穴 内有保存完好的炉灶和床铺 一根龙脊直通洞穴深处 还有一只龙头烟杆 金雕细琢 究竟是什么人在此居住 并且留下了这些遗迹 跟随我的镜头 进入百米悬崖上的神秘洞穴 洞口就在那个位置 待会儿队友从那边到达洞口之后 放一根绳索下来 我们从这个崖底 直接攀绳子上去 到达那个洞口 咱们拉近看一下 他们所在的位置 都是有专业的防护 大家不要模仿 现在是我和队友小北 在这个崖壁下方 然后行军瑜和阿滋 在上面开线 这会儿绳子已经步到了崖底 我们即将上升 走 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做好了 非常专业安全的保护 这个绳子上面 它有一点打转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岩壁 我们顺着这个岩壁 一直往上爬 就可以抵达洞口 我们爬到这里 离洞口是越来越近 大概还有十多米的距离 好 这会儿已经可以贴近岩壁了 踩得到岩壁了 咱们来回头看一下 好 这个风景是很不错的 视野很开阔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洞口 首先是做好安全防护 咱们看一下 这个洞口 这个洞口的最外面 是用石头砌的保砍 再看一下那边 在那位置也是 能不能看得到 那里全部是人砌起来的 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进洞的 可以看到 这个洞里面之前是住过人的 这里边还有灶台 还有床榻 应该是炼丹的人在这里搞的 这边很像是一条龙脊一样 直接深入洞穴 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石碑 上面是有 这是什么石匠 这也是个什么石匠 功德碑吗 这是当时建造这个洞厅的人 在这边留下了一个石碑 石刻 来看一下这边 还有神龛 这是很久以前 有人在这里点了 那个香烛的 上面是供的一个中路石 在这里 这边是用泥巴 给雷起来的一个小台子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床榻 这做的还很精致 这个灶台 好像昨天还有人 在这里生过火一样 是不是 里面还有燃过的灰烬 这是碎石头 雷起来的小坎子 上面有一些中路石 枯白了 都已经干枯了很久了 这里很原始的一个状态 发现了什么东西吗 这是个神 这是什么棍棍 神棍 它铺在这个床上的 看一下 在这个床上面 像是一个烟杆吗 这是什么 这是龙头吗 龙头 龙头 果然是龙头 你看仔细看 一个来看 你看这个 好像是个龙头 哇 再找一下 再找一下 非常精致 非常精致 保存很完好啊 这个里面完好在这个 哇 前面是浴室吧 什么呀 有浴 嗯 啊 真的 这就是个烟杆 对 就是个烟杆 这是这是什么烟 我没看见过这种 焊烟吗 这样 这种 哦 我知道了 它这个前面是放那个烟丝的 以前那种烟丝啊 切出来的 对 放在这个窝窝里面 细烟丝 对对对对 我没看见过这种 在这边光线好一点啊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上面好像是真的有字哦 这个字是个什么字 这是个 左 这是个左 一字旁 然后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哦 这个 这个地方 放颜色的地方 颜色不一样 这是 这是个金吗 还是个 这是个金字 这是个金字 然后这边有 雕的这种图案 哇 这个好像个骷髅头啊 好像个骷髅头 看到没 然后 很精致啊 这个东西 前面也有字 这个前面也有字 看到没 这个前面也有字 但是磨损比较严重 看不清楚是什么字了 这烟嘴呢 说是 玉石的 玉制的一个烟嘴 上面还有咬痕 看到没 还有咬痕 哇 这个也太精致了吧 这个是金的吗 还是银的 这个 看这里 像你看这里 这是像不像尿床那样的 哦 还发霉了哈 嗯 尿床应该不会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烟盖 放在这里 是吧 从这里拿出来的 嗯 这个洞底呢 应该是被刨过的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痕迹 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 这洞底的土 应该是被人刨过的 这岩壁上面的这个 形状啊 特别像一条龙脊一样 走 我们现在所走的位置呢 就是当时的洞底上面 被挖出来的一个凹槽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哦 看到了消灶 当时凹消吗 凹消的人是怎么到了 这个里面来的 这是在悬崖半空的一个洞穴 这边是三个大硝坑 累计在硝坑的石头上面呢 长满了这些青苔啊 泛着绿光 哇塞 这硝坑的规模比较大呀 这个直径大概有两三米 继续往里面走 看到没 这些泥土呢 全部是被挖起来 凹消之后呢 堆在这里的 一个一个的小山包一样 这里还有一个硝坑 像我们刚刚发现的烟杆啊 是绝对不能拿走的 这些东西 不能不信啊 刚刚我们从那边过来呢 动道出现了转弯啊 这里是一个90度的转弯 这里面很干燥 特别的干燥 这个头顶上面有一个 小裂缝 今天我们主要是进去探索这个枝洞 因为它有主动到呢 我们之前去探索过了 拍了一期视频 这个洞呢 确实是有人为居住 而且是进行过生产活动的啊 主要就是凹消嘛 这个枝洞里面呢 也是被人刨了 大概有一米多的深度下来了 土肯定是被运出去凹消了 咱们往前走了 发现了一个裂缝啊 我们从边上走是很安全的 哇 这里有开勺的方孔 有凹槽看到没 哦 对面也有 那里有一个 那里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当时这个裂缝上面 应该是被铺平了的啊 铺平了的 这里很多烈泥沙 小北拿的什么东西 木桥 这边有个木桥 哇 你看这里 就是被人开招出来的一个很平坦的道路 这儿 这儿是被开招出来的一个印子 哦 当时这里是一个斜坡 他们为了方便 这全部都是平常深的裂缝 好 动辄就是几十米深的裂缝 他们当时为了方便到这个洞到深处去呢 把这里开着了一个很平坦的道路 这裂缝很窄 直接跨过去 但是很深哦 这里也是盖了一个石板在这里 当做一个桥的作用 现在就沿着裂缝往里面走 看到没 哦 这个底下有水啊 可以肉眼看得见啊 这个裂缝底下有水 能听得见流水的声音 然后在这个位置也是被开招出来的一个小坎坎 这里有被焚伤过的痕迹是不是 嗯 这里是烧了纸的 烧了纸 可能是祭司了什么东西 嗯 有些东西不能说 嗯 大家都懂的 这些竹签子 很多很多 嗯 那里也有焚烧过的痕迹 这里也有 对 有很多竹签 下面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从那个方向过来 在这个裂缝的中间呢 有几个巨石被卡在了这里 但是这些石头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我们看一下 它也不像是从上面掉落下来的 因为这个上面的空间不够 而且非常的平整 在那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 看到没有 上面颜色深一点 下面的颜色灰白一点 有可能是被这个山体里面啊 伸出来的水打湿了 下面是非常干燥的 那现在咱们就沿着这个裂缝啊 继续往里面走 看到我左边就是这个裂缝 下面是一条地下暗河 但是水量不大 现在我们就继续沿着这个裂缝 往前进 这边裂缝变窄了一点 下面也不深了 越来越窄了 有很多萧老鼠的粪便 看一下这个底下的水 底下是一些 这个底下是一些碎石头 然后泛白的那些是削粉 这一条道路呢 应该是之前呢 住在这个里面的人 给累器挖掘出来的 现在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到这里就要低着头 到这里来了之后 在地下非常多的粪便 然后在这里呢 有钱人在这里累了石头 应该是到这个下面取水了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 非常的清澈 但是里面有矿物质 这里面有勾枪 看到没 还在动 哇 那个虾好大呀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哇塞 一手点降个温 这水非常的清澈 看到没 现在我是处于这个 洞道的最深处啊 里面就是这样一腔乱石 没有继续深入的洞道了 这上面 哇塞 看到 我们看一下这里 找到这个水的源头了 从这里有过非常好的泉水 流下来 哇 好清澈 这个水要是能够被利用起来 它是真的 特别好 大自然的馈赠 在这里可以看到呢 像农挤一样的这个山体啊 是一直延伸到这个里面去了 哇 真的很像这个挤背 因为这上面有一个小裂缝 两边有这种凹槽一样的 看到没 两边有这种 很圆润的凹槽 你说会不会是一条龙被埋在这个山里面 然后这个龙的骨头给融化掉了 就出现了这样一条裂缝 埋龙坑 现在呢 我就准备从这个沿加点下去啊 返回到这个崖底 今天的探索呢 到此结束了 这个洞里面 确实发现了很多的人为痕迹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根非常精致的烟杆啊 这些东西呢 千万不要动 给它放回原位就可以了啊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